港府將起底刑事法 外界憂衝擊新聞自由 嚇走網絡巨頭 蘋果前傳媒人林文忠 陳佩銘 馮偉光被捕 鬧新聞人士地震 兩日三元老辭職 5日9千人離港 林鄭堅稱香港前景非常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芬妮 首先謝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7月22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香港政府針對起底行為 提出修訂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草案 星期三提交立法會首讀及二讀 有政黨批評此舉削弱公眾之情權 打壓新聞自由 同時阻下公開資料 將打擊外資信心 個人資料私人修訂條例草案建議就起底 引入兩級制的兩項新罪行 第一級罪行是資料披露者未經當事人同意 意圖或妄固造成指名傷害 經簡易程序起訴最高罰款10萬元及監禁兩年 第二級是披露個人資料構成指名傷害 經公訴程序起訴最高罰款100萬元及監禁五年 香港記者協會曾發表聲明憂雷當局借打擊起底為名 限制合法的採訪工作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 星期三在立法會上稱為平衡言論自由及保障私隱 不能夠給予傳媒行業絕對豁免 民主黨資訊科技及廣播政策發言人 鮮卓藍表示 新修訂的條例雖容許以新聞活動作免責辯護 但只要未經當事人同意披露他的個人資料 而導致他蒙受心理傷害 就需要負上認責 再度對新聞自由造成衝擊 早前收緊查冊已令新聞工作 舉報為奸 這次收例更需要傳媒在進行人物評息 社會評論更甚至人物追蹤時 都需要純粹是合法 對傳媒披露政商非法行為進一步造成打擊 他以過去有傳媒報導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住宅僭建為例 當中報導內容披露 鄭若驊及他的丈夫資料 條例修訂後 類似報導會否成為絕響 他質疑草案將會削公眾之情權 打壓新聞自由 早前Facebook、Twitter、谷歌和蘋果等 美資網絡企業的亞洲網際網絡聯盟 就起底刑事發一事 曾致涵香港個人資料私人專員工署 稱為保罪員工不被刑事檢控 可能會被迫不對香港提供服務 20日是2019元朗黑社會無差別襲擊市民兩週年之日 前蘋果日報執行總編林文忠 早上被警方國安署上門拘捕 另外國安署撤銷《蘋果日報》前副社長陳佩銘 及前英文版執總馮偉光的保釋安排 兩人21日再度被捕 據《立場日報》報導 陳佩銘是在下午3點 預所樓下被捕 被帶返受務平警署 而不名勞鋒的馮偉光 就被扣留在灣仔警署 政府新聞署發稿 指警務署國家安全署21日採取行動 以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拘捕一名51歲前報社南編輯 涉嫌同一中在今年6月被偵破的同類型案件有關 警方指被捕人士正被扣查 警方行動仍然繼續 不排除有進一步行動 香港無線新聞引述消息指 警方以《香港國安法》第29條逮捕臨文中 追名與逮捕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紅 《蘋果日報》總編羅偉光相同 早前張劍紅和羅偉光的案件提堂 兩人在庭上表明辭職 希望法官批准兩人的保釋 但受到拒絕 目前正被驚訝 香港政府積極配合中共實施《國安法》 打壓《蘋果日報》 使用分批次的手法整治《蘋果》 去年8月 警方突襲搜查《蘋果日報》大樓 同日逮捕黎智英和她的兩個兒子 以及4名一傳媒高層 去年12月 港府正式落案起訴黎智英 而且不斷追加罪名 經過第一輪打壓後 今年6月17日 在未到一年時間內 警方再次突襲搜查《蘋果日報》大樓 逮捕5人 分別是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紅 營運總裁周達權 《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 副社長陳佩銘 《蘋果》同新聞總監張志偉 當局也凍結《蘋果》三間公司的銀行賬戶 令公司無法向員工發放薪水 導致《蘋果》被迫停刊 之後 警方以《國安法》罪名 控告張劍紅和羅偉光 及《蘋果》三間公司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19日 香港電視台 鬧新聞副總裁鄭麗經 同主播組主管徐慧儀請辭 有報道指財經一副總裁羅智輝 20日也已請辭 兩天內 三名LOW新聞開台元老請辭 有員工指公司人心惶惶 氣氛凝重 也擔心親共黨羽空降LOW新聞 報道將繼續自我審查 據《立場新聞》報道 去年立場親共的無線電視管理層 陳鐵彪空降LOW新聞 令媒體報道向左轉 在過去一年的時間中 鄭麗經和陳鐵彪 多次在編採方針上 無法達成共識 當明刀新聞員工曾表示 新聞部發生內部抗爭 鄭麗經出聲 頂著很多東西 現在沒有他 這間公司一早已面目全非 有新聞部員工指 現在公司都人心惶惶 直言公司其他管理層 並沒有能力和地位取代三人位置 擔心陳鐵彪黨羽空降公司 該員工還表示 對公司情況感到傷心 但理解鄭麗經的辭職 因為鄭已經為員工承受很多壓力 另有員工批評指 其他港民組的管理層 欠奉能力和承擔 做事方式租人救病 擔心他們難以堅持立場 做事不公正 日後如果反抗 都沒有能力 化名為B的Now新聞部記者表示 對三名高層請辭的消息 感到意外但理解 因為鄭麗經的請辭影響了另外兩個 但他們並不想醞釀總辭 B指鄭麗經說明不想下屬跟他辭職 但大家也好聽他說 他希望大家繼續維持著新聞部 能夠撐多久就多久 大家都會繼續撐下去 B還指鄭麗經的離開 對新聞部影響很大 他除了負責改稿 也是與陳鐵彪溝通的橋樑 之後誰去做呢? B坦然同時不開心 不捨得 還在消犯這個信息 氣氛形重 但大家都知道要堅強 繼續撐著這個新聞部 19日是持BNO港人 以特許入境許可 移居英國的最後一天 機場人潮湧湧 前往倫敦的櫃台前大排長龍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20日 見記者 對於香港移民潮 林鄭堅稱香港前景非常好 對香港有歸屬感 而且願意打拼的人 目前是最好時刻 國安法實施後 香港爆發移民潮 19日是BNO港人 以特許入境許可移居英國的最後一天 7月15日開始 已經有大批港人 為趕上尾班車而飛往英國 據David Webb網站統計 19日至19日的5天內 由機場離境的香港居民人數 分別是1901人 1941人 1743人 2093和1294人 總共8972人離港 《立場新聞》報導指 機場內擠滿了移民的港人 和宋基的親友 面對離別 不少人傷勇、灑淚 對於這些畫面有什麼感受? 有什麼畫想和移民的港人表達? 如何挽回他們對香港的信心? 對此 林鄭月娥見媒體時表示 香港歷史上 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有所謂移民趨勢 每個人在各種人生階段的選擇 都是個人考量 例如家長要陪子女到外國讀書 政府沒有特定看法 只會堅守基本法下的出入境自由 她又誇稱 香港的前景非常好 訂立《香港國安法》及完善選舉制度後 香港在北京支持下 尤其在十四五規劃 和粵廣澳大灣區有無限機遇 是信心的保證 並指那些對香港有歸屬感 而且願意在此打拼的人 現在是最好的時刻 這一節的節目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擊小鈴鐺訂閱 或分享給你的朋友 也是對我們的支持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